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就不能往生呢 大安法师答 往生的条件是 信愿持明 感通佛力 待业往生 常如偶异大师所说 得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 能不能往生 是全凭信愿 有信愿就能往生 没有信愿就不能往生 品位高下 就看持明功夫的浅深 念佛的功夫深一点 往生品位就高一点 念佛的功夫浅一点 往生的品位就低一点 但不妨碍往生这件事情 所以能否往生 取决于信愿 为什么取决于信愿 就是感应道交 是用信愿去感通的 而不是靠功夫 念佛的行持是 深信 谢愿 持明 这一点不能喊混 偶异大师 偶异大师有担心 未来的众生 只重功夫 不重信愿 又慈悲开示 如果没有信愿 纵然念佛功夫 达到风吹不入 与打不失 如银墙铁壁 那样的程度 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由于西方极乐世界 是属于石宝庄严徒 纵然是断剑丝祸的阿罗汉 都不能往生 更何况悠悠繁复 所以依先在 深信窃愿上着眼 具备信愿持明 即可往生 有功夫成片固然好 没有功夫成片 有信愿持明 照样往生 对此要有坚定的信心 这样才能得到 安心快乐 如果总是在功夫上问 那就难免恐惧 担心 不安 无人信愿持明 接纳阿弥陀佛 慈悲的救度 内心能有坚定的信心 当下就安心了 安在哪里 按在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海上 因为弥陀的大慈悲愿海 是把我等众生都拖起来的 我们就在阿弥陀佛的心里 只要一念回光 即可往生 所以念佛往生一法 称为圆顿中最极圆顿 也正因为如是圆顿 又被称为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 事故 已从信愿持明感通下手 做的生相 无需在功夫上化地为牢 作俭自负 人为门槛二 要念佛念到清净心 才能往生 信众问 请问法师 往生净土 是不是要念佛念到清净心 才能往生 我学佛已有二十几年了 真的没有清净心 因为我有时还会生气 那我能往生吗 又有人说 念佛要念到功夫成片 事以心 礼仪心等 我想我这一生是不可能达到 不是说 净土法门是已经到吗 如何是好 请慈悲开始 大安法师答 念佛能不能往生 一定要根据圣言量 来确定条件 任何人不能自理章程 圣言量是什么 我们来看四十八大愿 阿弥陀佛只是要求我们 信愿称名 你只要相信 有极乐世界 愿意往生 艳离缩婆 心求极乐 你就是念佛 乃至每天念十生 阿弥陀佛 临命中时 都会慈悲来接引 从来没有提到 要我们功夫成片 或者要得到清净心 才能往生的 这么一个条件 如果说要清净心 才能往生 那可以说 我们这个地球 没有一个人能够往生 谁能得清净心 真正清净 为佛一人啊 等觉菩萨 都有一分生下无名 威胁的念头 所以 你千万不要被 这个观点所笼罩 如果你听信不正之简 觉得一定要清净心 才能往生 那你就是念佛二十几年 还是忐忑不安 甚至就是念二百年 念二十节 也没有办法得到心安 阿弥陀佛慈悲 不舍任意众生 哪怕是无逆施恶的罪人 只要回心发愿求生 阿弥陀佛都会接引往生 并没有提清净心的问题 所以你要坚信 只要具足 深信 窃怨 称名 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一定会慈悲来接引我们 虽然我还是散乱心 虽然我业障深重 但我是阿弥陀佛的独生子 他一定要把我们接走 不接走 他老人家心不安啊 所以净土法门就是一行道 他是待业往生的横朝法门 对这一点无需怀疑 人为门槛三 不学地子规不能往生 居士问 现在很多念佛人都在学习地子规 他们有一个观念 他们认为不学地子规 学佛就没有基础 甚至说不能往生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大安法师答 哦 还有这么一个观点吗 我今天才听说 在我们中国大陆 经过文革追溯到五四 传统的儒家文化都边缘化了 这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 最大的悲哀 最大的损失 社会道德的低迷 人心的险恶 社会的不安定 都是由于我们没有道德的根基所造成的 儒家文化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真诚地呼唤回来的 儒家文化是人伦的教育呀 如果连人的道德行为都没有 那人之邦国不是就成了一个动物园吗 在动物园弱肉强食的环境当中 哪个人会有幸福可言呢 五圣佛法中有人天圣 佛经关于这方面的分量不是太多 阿含经里面是有一些 由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能够承担人天圣经典的内涵 所以无论是念弟子规 三子经还是四书五经 形成一个热潮 这本身是一个好事 我们要随喜要赞叹 但是做什么事情 都得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弟子规是对小孩子撒扫应对 孝体中心的一个最基本的启蒙教育 做人的最底层教育 所以我们说 学佛是应该建立一个儒教文化的基础 这没有错啊 但是把弟子规上升到不学弟子规 就不能往生 这就有问题了 念佛往生的条件 有它的特别之处 大家稍微了解净土的理论和方法 就会有一个辨别 能不能往生 就看有没有信愿持明 有信愿持明 那些不仅没有学弟子规 还造作了无逆施恶的人 都可以往生 如果不具备信愿 就是把弟子规学得很娴熟 把四书五经全部落实 也不能往生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居士问 现在各地都在大力推广弟子规 以为旧事之良方 我个人觉得会有点矫枉过正 弟子规作为生活规范 德行教育很好 我们应当学习 但若把它捧为至宝 来号召大家学习 甚至作为佛学修行的准则 就有点标新立异了 可能会产生一些后遗症 请慈悲解惑 大安法师答 是啊 你这个说法本人也同意 弟子规 它是一个对小孩子的行为规范的学习 由于我们中国长期以来 对儿童没有进行过这个教育 所以补上这一课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很好的一桩事情 但是 什么事情你都要讲得恰如其分 不能把它标榜得太高 不能过分了 一过分的话就不好了 甚至上次有个居士问 据说有种说法 不读弟子规 就算念佛都不能往生 那你就有点过分了 读不读弟子规 跟往生有什么关系啊 这扯不上边的事情啊 是吧 再说 弟子规 它也不是属于佛法 它是属于儒家文化 一个很基础的 一种对儿童的撒扫应对 日常生活讲笑到 这些得目的教育嘛 实际上 从现在的推广国学方面 还不仅在弟子规这个范围 还要上升到一个 修心养性的层面 所谓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 所谓在《易经》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感应的道理 以神道社教 建立因果的法则 还要更主要在这一方面 下更深层次的功夫 怎么教之于道 怎么克己负礼为人 克己是什么 负礼负什么礼 这个人是什么 怎么把这个人 这个核心的价值 他的体 他的相 他的用 展示出来 实际上讲 弟子规 用刚才讲的道四弟来看 他还是比较底层的一个东西 还要再上升 就是从儒家文化来看的 也不可能说 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读本 更何况 还把它作为一个佛法的东西 那就更谈不上了 所以这些 我们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不要取人云云云了 附路 应祖的开示 净土法门 以信愿行三法为宗 有信愿 无论行之多少浅身 皆得往生 无信愿 即到能所两望 跟臣窘托之地步 亦难往生 以真正到能所两望 跟臣窘托之实理 便可自立了生死 则不必论 若但有功夫见此理 尚未实证 若无信愿 亦难往生 禅家说净土 仍归于禅宗 许信愿说 果能一知而作 亦可开悟 而未断祸业 欲了生死 则梦也梦不着 以凡夫往生 由信愿感佛 故能丈佛辞力 待业往生 经济不生信愿 又将佛一一说归自心 何有感佛 感应不服 则生自生 佛自佛 以横超法 作术出用 其得意浅 而受损身 不可不知 得意者 依彼所说 亦能开悟 受损者 既取信愿 则无由丈佛辞力 五谷约 真修净土人 永不得禅家开释 法门宗旨不同故 其为会察 如不以为然 请求之大通家 恕可契入心之意 光顾不执着也 附和悔昭剧史书 曾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